这段影像记录的是 1938年在纽约的中国妇女正在为抗日战争中的难民整理衣服 以及中国的女演员在香港参加时钟秀为抗战筹款的真实场景 现在影像中可以看到身穿旗袍的中国妇女正在一处仓库内整理衣服 这些经过挑选整理后的衣服被压缩打包 她们将要被送往香港 用于救济当时因为战争缺衣少时无家可归的难民 根据影像中的描述 这些被打包的衣服每包大约重700斤 每个月大概会有50包被打包的衣服从这里运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中华民族遭遇了暴敌的侵犯蹂躏 在民族危难的时刻 大量的中国妇女投身到了抗日欲武的事业中 成为了能够取得抗战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 她们开始走上街头 参加各种募捐活动 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抗日宣传 表达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以经国不让须眉的气势拯救着处于苦难中的中华儿女 现在影像中看到的是 当时中国的女演员在香港参加一场举办的时装秀演出的画面 影像中她们分别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服饰 旗袍以及当时流行的礼服 通过演出筹集资金的方式支援抗日战争 她们筹集来的资金将被用来救济那些饱受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 日军在军事上侵略中国的同时 也对中国的抗战物资通道进行了封锁 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 便开始对中国的沿海港口进行了封锁 1938年香港还没有遭到日军的入侵 很多的物资通过香港的码头流入到中国内地 影像中看到的便是当时香港一处码头上的景象 影像原为黑白影像 我们对旧影进行了修复 喜欢本频道请记得关注 长按点赞按钮强烈推荐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